受颱風杜舒瑞的影響 浙江温州 许多地方出现了豪大雨 淹没了街道和民房 洪水中几条蛇游过去 后面换一群鱼 一位民众拿网子 在洪水里捕捞 另外洪水倒灌 淹没了温州南站的高铁站 景区全部关闭 温州市启动防灾三级响应 而福建全省 周三开始进入了应急状态 因为这是近几年强度最强 影响范围最大的台风 从49年到22年 登陆福建的台风 有70%是先登陆台湾 再登陆福建 那么这个登陆的强度 就不会太强 那么现在看杜舒瑞 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 绕过了台湾岛 直扑福建的一个台风 全体人员请注意 台风临近 街道指令 全体人员撤离 另外南海海域的四个油气田 因为台风关系最大风力十级 浪高五米 因此作业人员必须在48小时 完成观景作业和大撤离 为了备战杜舒瑞台风 一名工人突发奇想 用挖土机压住了铁皮屋 网友看了称 嗯 这个安全感爆棚 这是父亲的手啊 福建厦门早已准备好了沙包 只是堆在铜牛的脚上 笑翻一票网友 高楼层的民众 玻璃纷纷贴上了胶带 只是怎么贴很有创意 厦门的飞机和长颈鹿的装饰 也得固定好 网友车这些都是经验坛 而网路上蜡烛 手电筒 打火机等防灾用品 也已经现卖一波 甚至连拜拜用的彩座蜡烛 都卖光光 TVBS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